現在在美中關係緊張之下 雙方是要尋求一些些緩和緊繃的這種態勢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他晚了一天 在二日當天發文祝賀大陸的國慶 緊接著現在有根據知情人士的透露消息 說接下來美國總統拜登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未來幾天之內會來通上電話 而拜登跟習近平上一次通話時間是在去年4月 兩個人實體碰面其實在去年 在舊金山在年底的時候也有碰過一次面 這一次呢兩國領導人通話之前 習近平主席在9月30號這一天 他特別出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週年的招待會 這一次他在會上面再次的強調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而接著呢解放軍報的評論就立刻出了 這一次話也說的話說在前頭 他說有信心還有能力可以粉碎 這一些分裂活動 我們看到現在面對大陸的勁逼中華民國海軍司令唐華 我們來看到他最新接受了經濟選人的訪問 他形容說解放軍在賴清德上台之後實施了蟒蛇戰略 這是什麼意思等一下請大使來帶我們看 他說就是透過蟒蛇戰略來施壓台灣 解放軍已經隨時都準備好 只要願意隨時可以封鎖台灣 那唐華也分析解放軍機越過台灣中線的次數已經暴增了五倍 到八月份的時候達到193次 那在台灣周邊的軍艦在八月的部分達到了282次 當國軍的部分在每次的巡邏時間從每次數小時拉長到達到數天 所以國軍也是疲於奔命的 我們來請大使帶我們看唐華所提到的蟒蛇戰略 給台灣的海陸空帶來多大的壓力 接下來如何應對 這個蟒蛇戰略其實是發生在 這個名詞是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當時的北方政府對南方政府 施施這種經貿的這種封鎖 他讓南方的政權在經貿上無法對外進行 所以它是一個封鎖策略 那我想唐華講的就是講這個封鎖 那他講的是慢慢重的 就變成說解放軍已經準備好了 只要願意隨時可以封鎖台灣 那這裡面我看到幾點 我覺得他講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他講是進入到24海里的部分 海軍進入到24海里 這個部分我看我們國防部都沒有講 過去都沒有提 這個進入到24海里 24海里已經非常近了 那就是說海洋法的話 24海里就是一個什麼叫臨界區了 其實真正的這個 就是說敏感線應該是12海里 因為你這個12海里之內這個水域算是 該國的這個領土 領土的一部分 12海里到24海里這段是要 零界區水域 零界區是就是說沿岸國家有什麼 有這個行政管轄權 它可以實施這種跟你 連岸國相關的有關關稅 這些環境保護 還有治安上面的這些權利 那可是呢 並不能用這個 並不能限制其他國家在這個水域中間的 所謂的自由航行 對 那事實上的話 那照美國人的解釋的話 事實上你12海里的話 也應該之內水域 你也應該各國船隻 包括軍艦都有什麼 都有自由航行權 都有無害通過權 對不對 所以不過24海里我覺得 我看唐華這次講我也蠻吃驚的 我都不知道這個解放軍的海軍 這個進入我們24海里 那個非常的近 它這個船上的各種武器 直接就可以開火 就直接打到我們岸上來了 這是非常 我認為蠻嚴重的 那而且他把這個數字講出來 那真的是增加了5倍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我覺得對賴建築也不是不公平 唐華講 他說賴清德上台以後 事情才變這麼嚴重 我認為其實 其實這個事情是從兩年前開始 不是這個帳不能算到賴清德頭上 這應該是蔡英文的時候搞出來了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裴洛西到台灣來以後 中國大陸就公布了 很明確公布了一個策略 他說只要有這種情況 有一次的話 我就會對台灣的政策作為 往前跨一步 也就是說我今天這個繩索 你有一次的話 我下一次我就套得更緊 所以這個說是賴清德 我覺得對賴清德不太公平 我覺得應該是從蔡英文就開始了 那一直演變到現在 對不對 而且已經海軍已經逼近到24海裡了 那我想過去為什麼國防部都不講 對不對 只有都沒有公布 那現在對於大陸的這些 有關的這些戰鬥機 這個軍事飛機 飛行器 那麼逼近台灣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像過去講那麼清楚 是哪一種畸形 哪一種畸形 多久多長時間 過去那個畫得很清楚 不過唐華這次 他對美國人講的到經濟學人 講得那麼清楚 有什麼用呢 你說到國際社會上去喊話 有什麼用呢 那應該是怎麼講呢 應該是我們自己要想辦法 這些問題不是國軍的問題 國軍是保家衛土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國軍這個幾十年來 我也當過兵 哪一個不是盡忠職守 犧牲奉獻 對不對 即使被人家罵是這個 是這個 這個國防部被人家 曾經被人家罵的羞辱過 對不對 然後我們軍隊曾經被人家 羞辱為米蟲 也沒有改變我們國軍的這種 保家衛國的這種 決心 我對國軍沒有問題 所以呢 中國大陸對台灣時期 寒陸空陰戰略壓力 不是國軍的問題 這個是政治問題 這兩岸關係怎麼處理的問題 這是陸委會的問題 陸委會要把兩岸關係搞好 很多事情 把它往和平的方向帶 而不是任憑他兵凶戰衛 然後你又去 又去怎麼講呢 不斷地去跟美方去買武器 國軍都是配合啊 有不買嘛 所以我覺得國軍基本上 這個不是國軍如何應對的問題 國軍是非常專業的 他們也知道職責在哪裡 問題這個問題是陸委會怎麼處理 你怎麼把兩岸關係 這個緊張的情勢 你能把它穩住 好 所以兩岸關係也牽扯到 我們接下來要來探討說 所以這一次拜習的通話就會變得特別重要 可能裡面也會提到一些兩岸的爭端等等 那這個時間點上剛好也是中共成立75週年 還有接下來美國總統11月要大選 選在這個時間通上電話 有沒有一些特殊意義 能不能來降緩美中之間的關係乃至兩岸 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如果你從美中雙邊的溝通來看 我其實一直覺得這兩年算是順暢的 就是從去年的APEC兩邊的領導人碰面之後 到4月份其實習近平跟拜登有通過電話 然後4月26號布林肯就訪問中國大陸 而且他還見到了習近平 所以我覺得雙方對於管控分歧 或者是避免讓衝突走向戰爭這件事情 應該是有共識的 那在這樣子的脈絡底下 因為拜登已經剩下任期其實非常的短 也就是說他現在其實進到一個 博曉的時候 他實際上也沒有要再選嘛 現在是哈瑞斯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就是通話 我比較沒有把它放在 就是說美國選舉的這個脈絡裡面去看 因為你看過去的兩次總統電視辯論裡面 其實民主共和黨兩邊的總統候選人 談到中國議題的比例都非常的低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覺得他單純是一個處理 雙方關係或雙方事物的考量 那特別是我覺得最近有幾個變化比較大 就是在烏二戰場上出現了相互攻擊對方核電廠的這個現象 然後再來在以色列以哈戰爭的這個戰場上 感覺上在擴散 黎巴嫩真主黨然後伊朗現在也加入 所以我覺得兩邊的這個看起來態勢都是非常的不樂觀 那我覺得對於這兩個大國來講 他應該非常在乎的可能超越 尤其是拜登他可能超越美國國內選舉 因為現在戰場是哈瑞斯的嘛 那他必須要處理好這個國際上不穩定的這些問題 他必須需要中國大陸的協力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議題上面 他可能不光是兩岸穩定的問題 那他還牽涉到很多區域裡面的衝突 需要兩邊合作去解決讓情勢給緩和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看起來比較像這樣 而且11月10號就是APEC在秘魯 我相信可能兩邊的這個領導人也許 會在APEC峰會的時候也許會有場邊的這個見面 所以在這個之前的這個短暫的時間裡面 他們可能可以先就一些議題先來 就是至少勾選一下或交換一件 我覺得我們這樣去思考 可能也許會比其實中共建政75週年 或是考量到單純的美國選舉要來的更可信一些 好 所以現在地緣政治上面多場戰爭都在發生 這麼的緊張之下我們來看 解放軍的部分持續的強化他在海上的戰力 我們知道這個在一直在講的說 第三艘航母福建艦進入海市嘛 那其實離正式要來服役的時間也越來越近了 這個時候中國大陸他就要增加的 他一些心血的海軍飛行員的戰力進入到裡面來了 好 港媒座的報導說解放軍海軍的 2025年度的 招飛計畫已經啟動了 好 增招的對象我們來看畫面 他說現在目前只招募男性 而且是理工學生年齡界在17到20歲 比較特別是說不管你是本人或者是家庭 主要成員都要有這種歷史跟政治上面的清白 等一下請建長來帶我們看什麼意思 那還有呢 少數民族也能夠報考 但是必須要會使用漢語 好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擴張他的海上霸權之際 要成為大陸的這一些艦載機機師 心理素質身體到背景有哪些是飛行員的必要條件 現在應該是條件越來越嚴苛了 建長怎麼看 首先要說三軍 空軍的考量政治的背景是最嚴格的 陸軍 對 就是說你的出身怎麼樣 因為陸軍跑不掉就在陸地上往哪裡跑 海軍就算我當艦長不是說我要走就走的 那個船上這麼多的人 我說我要今天要開到哪裡去 要是不符合我們的任務 那船上還有副長還有什麼扶勞長都會阻止你的 不是說我要投城或我要幹嘛 那做不到的 但是空軍可能 空軍就是他一個人戰鬥機在那裡飛 那一架飛機幾十億啊 如果他有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你現在數來過去那個從大陸跑過來的 那發幾千兩的黃金啊 那個誘惑多大 這個東西所以說空軍是唯一一個 對政治它的成分 家庭有沒有什麼問題 哎呦 不要欠債欠很多 等一下都跑掉了 都要去查 飛行員真的是一個比較特徵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你說 飛行員的條件有什麼 飛行員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他的身體素質 所有的如果你瞭解飛行員怎麼樣 就是他身體素質 第一個就是他視力 我們有很多當初要從軍的時候 就是因為視力不好 沒辦法當飛行員 誰不想當飛行員啊 你看飛行員又有錢 對不對 每次出來戴一個那個太陽眼睛 Ramon太陽眼睛 都很羨慕 大家都想當 但是為什麼 都在幾乎視力被淘汰下來 就是你視力要非常好 第二個 他們對視力保護到那邊 發現他們都戴了一個 很漂亮很時髦的太陽眼睛 就看到飛行員都有 為什麼他一飛到那個上面 那個陽光很刺眼 所以他們都有一個特別保護眼睛的這個 然後他反應一定要快 空軍出個事 那就在千軍一法 他就要趕快去做個什麼動作 才能夠救命啊 然後還有一個 可能大家都忽略了一個 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要很瘦小 你去注意看 你看張艷婷 瘦小 張艷婷就比較瘦小一點 為什麼 你看張靜絕不適合做戰鬥機飛行員 為什麼 他血太多 我一個緊急的東西 那個加速都一弄 我跟你講啊 他就會昏厥 像張靜絕在那種情況下 因為他人胖 血越多他就會昏厥 但是 所以你看空軍的戰鬥機飛行員 在那個慘鬥的 都幾乎很瘦小 很精瘦 這是飛行員 接著我們說航母 航母是飛行員中的王牌 從兩個數字你可以知道 我們訓練一個合格的戰鬥機飛行員 我這次查網路的資料 大概要五百萬美元合格的 五百萬美元才能夠合格 航母呢 要一千萬美元 幾乎是他的一倍 如果你在連上 航母上面的設施 大概一千五百萬美元 所以就是他多貴 再來你說 我們說一個學生 他去學飛行 然後最後成為一個合格的戰鬥機 這個飛行員 大概是比例多少 百分之十到二十 就要淘汰這麼多 其他的同分不合格 你也許可以飛這個運輸機 但是你沒辦法飛戰鬥機 那從戰鬥機到航母呢 又要再淘汰百分之七十八 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 能夠成為航母飛行員 你知道航母飛行員多麼的難 為什麼 我在陸地去降的時候 就是一個跑道 我只要找到跑道 氣候符合 我的技術好 就可以降落 航母上面可不可以 航母上面那麼小 一個飛機 戰鬥機加速 他準備降落的時候 那個航母 你去聽那個 他們的講 就跟一個火柴河一樣 就這麼小小一個 然後開始繞到那裡 需要繞到那個剛好高度 海上的風浪又大 什麼的 船又在移動 就等於這個機場一直在動 你要去追著這個將 所以他的技術真的是很困難 他的那個反應才真的是 大概是千軍一法 你在插那間 你就要立刻做個直覺的動作 不然你可能生命就沒有 所以 那你叫我去看 戰鬥機飛行員 航母飛行員 他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你知道嗎 他神經要大條 他神經要大條 好解了 我回不去了 我命沒了 那個不好 他要非常的忍靜 忍靜從另外一個方面講 就是大條 知道嗎 是 好 謝謝建長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這個節目 今天在環球打正前面